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早安 早安 因为我们今天正式进入那个华严经的实地品 一般也是说实地金 实地金 那早先我在我们华谷那个 当时还没有文理学院 是那个中华活源手 所以我们用的是三个版本 因为这个被人家借走了 实地 这个是探险记的 探险记 然后这个是实地金论 然后这个 所以我们是要三本的一个方式对读的 就是有这样一个三个版本 做一个对读的一个方式 就是有经论 然后记 还有经文 经文 经文是很薄的 三十几页而已 所以你们应该请一个华严经的 或是有单独的那个实地品 这样可以读送 经文可以先熟悉 因为我们配合那个论的时候 就稍微比较难一点 内容还蛮丰富的 非常蛮重要的 也就是世青菩萨 对 为世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师 然后再来就是华言中 那个实地 有关于探险记的那个 实地品的一个著书 那难度当然是更难了 更难 其实也不难 也不是都很难 那就是说基本上 为什么我们会用了一个三个版本 这个三本就是说 因为探险记在讲实地品的时候 几乎依着那个实地经文的脉络下来的 脉络下来的 所以我们给 本来是有三个对照本 那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是一个本子而已 这样你们就比较方便了 可以对着读 而且不用带三本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只是 对着读是比较容易了解 对 那我个人习惯 我还是比较直接看这个 我觉得这个会被切割掉 但也是帮助我们很多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习惯性的一个情形 所以大家 大家那个所上拿到的一个资料 就是 就是我们对读的部分 因为我已经把它放大了 就是我们就从 就是华元经 实地品 然后实地经论的经文 还有实地经论的论文 因为在实地经论的话 它是随顺着那个实地经 所以它有保留那个实地经的一个内文 就是那当然它基本上跟实地品上差不了多少 内内有一点点微微的一些不一样是 有时是多一个或少一个 是因为可能在版本流通或翻译上的一个差别 那接着的话就是探险记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有两个那个经文 对 然后加上论 然后加上记 对 那所以我们是就是以这个 所以我们讲到说实地品 金少了一个论 金论记 金论记的一个对读 就是对照 应该是说我们这个资料的话 给大家是以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会尽可能就 我们就以这个本子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细读的话 要比较详细的解释 因为我们知道说 探险记的话 那其实在对实地品的注书 大概就已经大增上100页 100多页 就是在我们讲密密麻麻的这样的一个版面 这样算一页 对一页 对就已经有那个100 这100多粗页 然后那要是加上我们讲的那是世卿菩萨的一个论来看的话 也是100多页 100多页 所以已经200多页了 对 200多 然后加上经文的话 所以总的加起来大概有将近300页 对 将近300页 对啊 那要是说 有很宽的时间的话 其实可以很仔细慢慢的上 那我们可能 没办法 因为我们同学已经三年级了 很快就要毕业 所以我们 我们真的所剩的时间不是很多 你们要延避啊 真的吗 我们跟活动申请可不可延避 那我们就可以上了紫序 而且很完整的把华元金带完 对 谢谢同学 对啊 对 那我们在历史上 你们有没有听过 哪一位人物 他已经是登地的菩萨 历史资料上很明确的 有记载到的 对啊 你们怎么知道 李切龙树菩萨是登地的菩萨 因为在那个 法藏大师 他有写龙树的一部著作 就是十二门论 然后叫宗 宗之义记 对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 探险记的主人 我们就是法藏大师 他有对那个龙树的一个著书 对 然后也被写界称为新三论学派 我们知道有三论派 就是极藏大师 对 那法 法源宗像法藏的话 一般也有称他是 三论学派 而且是新的 不是旧的 这个是对比极藏 因为我们知道说对十二门论的著书的话 主要有两位 一个就是极藏的 极藏大师的 就是十二门论书 对 那法藏的话就是论中置意记 就是十二门论的中置意记 就是他部分 然后他就特别提到 这一部的论主就是龙树菩萨 他本身的一个情形 就是杰称龙蒙 对 卫登 龙蒙就是指龙树菩萨 印度的话 那法文叫 Nakajuna 对 Nakajuna事实上就是蛇树 蛇树 对 Nakak 不过你们不要闹了 蛇在印度是很神圣的 对不对 那在我们中土就未必 那西方的话 特定更不是了 所以 所以翻译很重要 你要找到 不是持有旨意而已 要找到一个对应 跟那个当地文化 本身是一个可以对等的 那龙树的 不是 印度的那个蛇 像眼镜蛇 那个是非常神圣的 那对比来中土来说的话 应该是我们的龙 对不对 都是用神圣性 谁不能翻译成蛇树 那蛇树的一点 对我们中国来讲 一点都不专业 对 这就是 对 这种情形 我可以用那个 这边有一个order 给大家看 也是call出来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 法杖的这个部分 然后 这篇也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他就讲到 其实龙树菩萨 被灯挤洗 然后同样 接着下来的话 他讲到十二门论 的宗志意记里面 就提到 就说 龙树菩萨 为什么要写十二门论 就是叫起所因 然后挤了十点 所以第一点的话 就是龙树菩萨的本愿力 登地菩萨 他的愿都是本愿力 对 所以我们应该 现在要上十地品 事实上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菩萨的 一个本愿力 金刚像菩萨的本愿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的一个部分 就是本愿力 所以龙树菩萨 他基本上是一个登地的菩萨 对不对 然后礼应以寺院 已经登地 他的愿力都很强 这个本愿 所以要礼应以寺院 以佛灭厚 逢法设生 是其所作 对对 是其所作 乃至像能前诸经里面 就有记载 那个龙树菩萨 将来是要染 就是 也就我们现在 那个加一个火字簿 染正法记 灭邪见虫 对对 等等这些 就是这个第一个原因 对对 那还有很多 比如说第二点的 佛灭厚的话 印度的本身那边 蛮多的外道俊新 然后邪说分论 对 善办佛法 然后要破他们 所以令归正 所以要像有十二门论 或其他像中论的 这些论处 对对 然后另一个的话 上是二圣不信大圣 所以让他们回小向大 所以要讲十二门论 对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 以大圣佛法 纵使我们学大圣佛法的人 都谬诀的真空 不容易啊 空不容易写 对 所以很多都是 对空有很深的误解 所以自以情之 就是用我们的知见 来认知空 然后直取空 那要破这个显正理 所以也要讲十二门论的 这些论处 然后第五个是想 显示大圣真实究竟 另比信寿 对就是把大圣的那种 真实究竟的道理 把它彰显出来 让我们众生 写大圣法能够不起以后 这个是很重要 然后像第六点就讲到 大圣波罗真空 最为要妙 最为要妙 你可以就知道说 真空空有多么多么的 重要 重要 我十月底还要发表一篇文章 广圣市那边几倍 因为他们请我写华眼的文章 我写的就是龙树菩萨的空 就是空的探讨这一部分 对就是这里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了解 那后面的还有七八九十 我就省下了 这边就截录掉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看刚刚讲的十二门论的这个中资议计这一部分 是还蛮蛮不错对于那个荣树 因为法杖对荣树的著书 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这一部著作 对是 那中论的这一部分的话 没看到 因为法杖认为这一部在了解空方面是位置可以摆在前面 所以特别针对这一部著作做了一个著书 那其他的因为没有其他的相关文一下我们不知道 但至少法杖对心经 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他也有著书 所以对于波罗经啊 论啊 这些都还蛮重要的 那这些提供给我们同学一个参考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时候 其实农术菩萨资料里面 历史资料就底底切切的有记录到 他本身已经是登地的菩萨 是一个非常有智慧 而且愿力非常强的一位大师 对大师 所以成为一个中观学派的一个创发者创始者 那建立起一个大书佛法的一个政治正见 非常的一个重要 那等等 因为佛法的弘通其实不容易 那佛陀缘起之后 辗转中过了四五百年 五百年事实上很多学说外道等那些事实上 都已经一幕粉朱 后来是火教内部的人 也不容易掌握到佛法的一个药益 对那张文音音之后一个时代音源 就有这么一位大师会出现一次染大法剧 对不对 那这些是一个蛮重要的 好 这个是我们跟 让大家先了解到 就是说 这个史蒂平他本身 对那 那世青菩萨 你们说认为有没有 比较 我们比较没法明确 但有这么 世青菩萨的一个因缘 大家应该也知道 因为他原来是学部派的 所以他对大书佛法曾经毁谤 谤法 然后他的 哥哥就是无卓菩萨 对 因为世青菩萨后来知道之后 他自己很懊悔 对甚至想把自己的生命结束掉 那他将功责罪的话 他就 那个等于无卓菩萨就请他说 那以其这样的话 你不如去弘大圣经典 来赎罪 所以他就特别注了十地经论 据说也有这么一段的一个因缘 有这么一段的一个因缘 是 好 然后 我们上次有特别跟大家提到 那个 其实我们现在上了这个位置 就是 第六场法会里面的 以六十件法院进来就是十地品 十地品 就是第六场法会 那因为 因为上 就是说在一个 经典的一个流通上的话 因为六十件的话 它本身没有 死定品 死定品的关系 所以变成说 这一场 第六场法会的话 它的品数就从十地到 保王如来 性奇品 总共有十一品 是一场法会 对 然后在八十件法院 因为有了死定品 这一品 所以变成说第六场法会 其实单独只有一品而已 实地品 单独一品 然后从实定品以后 一直到 如来 出现品 或 性奇品 这一部分 事实上都 称为另外一场法会 也就是普空法团 那这个就是 六十件法院金 跟八十件法院金 最大的一个差别的地方 就是 因为八十件多了这一品 然后也形成了 多了一场法会出来 就是 就是因为这一品的关系 这是一个蛮关键性的 那应该 这种情形 就是以 这两部金 代表华眼金 这两部金 那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 七处八会 七处九会 就是 因为有这一品的关系 因为有这一品的关系 就是这一品完全是 六十件华眼金没有的 六十件华眼金没有的 的一个部分 然后因为这一品的话 也有单独流通的一个版本 就叫等慕菩萨所问三昧经 针对讲的就是十种三昧 对 就是三昧经 也就是十种钉 那这个 那这个是让大家 稍稍的一个了解一下 那我们 因为我们基本上 我们的上课教材 是以六十件华眼金 搭配着探险记 来跟大家介绍的 所以 基本上 那我们上次有提到 因为在十地品的前面 就是十回像 十回像 对 十回像 也就是刚好 这两个的一个比拟在一起 但它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 要是我们从大圣佛法的一个修学道来说的话 登地才算正位 正 登地才算正 所以是非常 就是登地以后整个显现了那一种视野境界 智慧才是展现那一种深广无量无边的那个情形 这个是在大圣佛法来讲的话 登地 那在登地之前呢 其实大概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就是所谓以大圣佛法来讲 登地作为一个分水岭 对 那地前呢 我们常常地前 就是登地才叫十圣嘛 那地前就有所谓的三贤位 三贤 大家应该听过 就是所谓的初贤 就是讲了十柱 十柱位 也就是第三场法会 道立天宫会 对 也就是好 33天会 好 就是所谓的十柱 对 然后第四场法会 M天宫会 讲的就是实行 对 那十柱叫初贤 实行叫中贤 对 然后在第五场法会 多帅天宫会 讲的就是十回向 叫上贤 那加贾就叫三贤 三贤 大家可能常常听到 这是一个在大圣活法本身 尤其像用法院中来看的话 就小史中顿岩的一个宗教 就是三贤嘛 然后登地才叫十圣 所以叫十地 对 这个是从宗教立场来看 好 然后那实行的话 基本上就还不算入位 所以就没有排阶位 我们讲到贤位 圣位嘛 对对 那十位像就没有 就与一个站在宗教立场讲 就是三贤十圣 对 那还没有登地前的话 其实都还不能称为圣 圣圣 对 那要是站在小死中顿岩 那个死教来看的话 那么没有登地前 事实上不单 都把它称为就叫 资两位 资两位 同学应该讲 就阮 顶 忍 试 第一法 就配合不派佛教的一个 初期佛教的修行 还没有见到前的一个软身的一个 累积资两软身的那个情形 叫阮 顶 忍 试 第一法 甚至会认为其实不单 不单不是夹行位 顶多只是资两位 资两位 资两位 对这个就是把地前就当成一个 资两位 资两位 对 然后在一个石灰巷跟石地之间 一个过渡期间在安置的夹行位 阮 顶 忍 试 第一法 所以在维市有这两种夹行的情形 有的就把前面的地前 这个叫做夹行位 那有的认为这个地前 这边的这些石柱 石型 石灰巷都只是资两位 然后在这个石灰巷 趋向于石地的这个中间安置的阮顶 凭忍 试 第一法的夹行位 那这部分的话 不晓得大家还没有印象 因为我们当时为什么要上五教章 因为这些观念事实上 在我们讲那个五教章的一个行位的时候 应该比较有一点印象 石教的结位 所以我们知道说华元宗基本上 为什么分小石 中 顿 眼 石就是大胜之石 然后一个是大胜之宗 对 到大胜之宗的话 看待一切众生都是一个平等的 一如的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佛性 佛性一圣嘛 对不对 就是一个平等一如的一个情形 所以众生一定都有佛性 我们铁定都能够承诺 就从一个这样一个角度来切入的 对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 像 就直接点这个 就是五教章上次我们提到的那个 一个修行的一个阶位本身里面 对 这个字有点小 我们因为只是给大家稍微提到 行一下就行位 对 就是有小史中顿元 小史中顿元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刚刚讲到宗教的三贤十圣 对 那死教的那个资粮加贤十地 对 等等这些的结尾 大家可以 有点陌生的话 你们就再去复习 复习 复习 对 这一部分 那因为大圣 大圣使教的话 因为他的对象不只是菩萨 还有那个僧文元诀 这个就叫回心僧文 所以在像一切四定的这种 回心僧文元诀 事实上都已经是大圣了 对 所以在一切四定有所谓的僧文地 元诀地 菩萨地 这就是所谓的三圣 三圣 那详细的结尾这些的话 就谈了蛮多的 那我们就不用细说了 这部分等于让大家 稍微可以去了解到 其实在 在那个之前 我们所上的五教章 其实几乎把初期不怕 到大圣使教宗教 乃至顿元教 所有的那个内容 尤其刚刚讲行为这部分 都有跟大家介绍的 那要是有些我们提到的话 大家就是 有机会都要回去温习 温习这一部分 对 这佛 众生有没有佛性的这些问题 等等蛮多的 那僧文元就要不要回小向大 等等 都还蛮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议题 对 那大家先掌握到这些 基本的一个观念 基本的观念 就是说在一个 就是在于那个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架构上 大家去掌握到 其实 华元金的这个安排的话 其实就是说基本上 因为严格来讲 华元金是没有接位的 华元金不讲接位的 那方便的话 方便的施舍上 就是顺着大圣活法或三圣 来施舍接位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 以大圣活法的话 未登地前 事实上不管贤位 还是嘉行位等 事实上都还不足以显示 大圣活法的那一种 殊胜为妙的地方 对 要等到登地以后 登地以后 那登地以后 本身所证都急甚深的 所以会从寄险到以世间法的界定 布施 慈戒 禅定 一路一路的上去 所以我们可以说 在死地可以完整的 可以看到 跟我们世间法所共通的 就是以慈戒修定的这个部分 然后再 还有跟僧文言诀共通的 僧文言诀共通的法 就是二圣 那还有跟菩萨所共通 就是七地 到七地 然后 所以有 有世间的 有三圣 大圣 乃至八地以上 就是一圣佛法 也有一圣的 所以内容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完整 非常丰富的 那 身 其实也很深 其实深也很深 但从 但因为 深的部分 它是点到 那主要的一个表现上 当然比较站在一个 三圣佛法的这个角度来切入的 那是不是没有华眼了 不尽然 有 看你怎么看 看你能不能看得到 华眼还在里面 对啊 那要是没有华眼的话 那不叫华眼了 这个很重要 你要怎么看待是地平 虽然季犬在三圣佛 来表现 但 并不是没有华眼喔 对 地地中都会 累累的点一下 提拨一下 所以还是有华眼 华眼还在喔 对 那透过 透过这样的一个季犬的方式 更显示 华眼 我们知道说地前 上次讲 一圣佛法就已经很深了 那 那大圣佛法就到登地才深嘛 那已经更 那 那华眼 地前对大圣佛法的讲 还不怎么样 可是华眼 我们就已经 难以说明了 对 对 然后 那地上呢 登地呢 当然比石灰像 更难以说啦 对 所谓才透过季犬的方式 那以大圣佛法来讲的话 登地已经不得了了 那华眼呢 那更不得了 更不得了 所以不用说 大圣都没办法说了 那华眼更不用说了 所以他会用点一下点一下的方式 显示 在一个 一圣 就是一圣所证的这个实地本身 虽然比 在这个 这一品的话 表现在用三圣的方式 即选在世间到初世间大圣等等 这方面来显示它 但其实上还是有华眼 对 那我们怎么看到有华眼那个东西 对 因为要是真的 死地就没有华眼的话 那华眼真的不是华眼了 我讲这种话 你们知道吗 华眼代表了一个 普法 普贤法 普法 那普法铁定不遗漏任何一法 世间法都不能遗漏 何况已经登地的这种大圣佛法 等等这些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肯定有华眼 那要看你怎么去看待 所以华眼还是没有离开 不舍着实地 对所以 那因为以寄贤的方式 更显示 因为太深了 对对太深了 所以才要寄贤嘛 对不对 叫寄贤 寄贤 寄贤某某来显示嘛 叫寄贤 好 然后另一个的话 其实 其实华眼要是 余落了所谓的三圣法的话 三圣佛法的话 那铁定也不足以显示华眼 所以三圣法还是在华眼大海中 都还在大海中 大家应该知道 那这个就是说 其实 透过这样的一个三圣的呈现 至上品式的华眼 它无所不包容的一个广度 寄贤显身 然后包容一切显它的广 大家可以了解 就是一个 深跟广的这个 华眼这种一圣教法的部分 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说 哇 寄贤在三圣 那它铁定实地仅仅只有三圣法而已 好像就没有一圣了 这是我们的 之间还没有完全打开来的关系 里面铁定有华眼 而且里面铁定可以看得到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我们上次还没有在讲实地的之前 我们有跟大家稍微提到一个蛮重要的就是 是因为比铃于那个死地前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石灰像 对不对 石灰像 因为要切入死地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对 就是在探险记 帮我们做了一个衔接的一个地方 点一下 上次有抠 已经有给你们看过了 对 就在最尾巴的地方 就是处理到说 跟我们提到就是说 在一个地前的话 一 我跑到这边而已 没关系 因为拉了太快 好 一点点 好 就是在 等于那个石灰像讲完之后 要跨入那个死地平 对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因为石灰像已经讲完了 马上就要跨入死地了 的这个部分 然后在这部分的话 刚好安置了一个问答 两个问答题 然后就结束了石灰像 然后马上就进入 进入那个死地平的那个部分 就是对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等于第五会就结束了嘛 那马上就进入第六会的一个死地平 对这部分 所以有安置的就是说 其实 这边的一个跟大家再复习一下 就是说 提出来的问答题就是说 此经就指罚言经嘛 上下都说普贤行愿嘛 对对 那当然 你表现普贤行愿的话 其实尤其在那个石灰像品 更能够邻里尽致去展开 所以它持品之内说之最广 所以你们要去了解普贤的行愿 不妨去看石灰像 尤其第九第十 当然第八也相当不错 百真如的这一部分 好 那这边提到就对 那是这样的话 就在那种地前的话 他讲了这么多的普贤行愿 无量无边的这广大行 无量无禁愿等这个部分 尤其到了石灰 那为什么陆地就登地以后 反而看不到像前面所讲的这么 深广无量无边的普贤的一个大宴大行 陆地感觉好像尽不涉言 就好像就没有再提到 像前面所提到这种 深广无量无边的普贤行愿了 这好特别喔 真的还蛮特别的 等于说以经典的那一种安排 呈现出来的话 感觉就是说 一个是一个峰回论子 打到一个极高峰 突然好像到平地来了 对对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的地方 所以这边就回答说 此一一胜 对 然后石地平的话地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有时候为什么大家不容易看得懂 因为文字会太简洁了 你们要猜不定地 第三平地还是什么地 对不对 那慢慢所谓就是说 他的地就是十地 耶三圣法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那个十地平比较表现在三圣法 那十地平之前呢 只要表现以一圣法为主导 对对一圣法 所以像石毁像 为什么能够这么的一个 充分的去表现那个普贤 无量无边的大雁大行 就是因为地钱 以法院间的结果来讲 地钱比较表现一圣 地钱 我们现在是用所谓的地钱 可以这个叫 十地以前叫地钱 对 那石毁像就很容易表现普贤的大雁大行 就在这一坪上 对那前面也不少 所以等于说 对比来看的话 这个有一个分岁 这个之前 广能够发挥一圣原教普贤的这种 无量无边的验行 然后就是一圣教法 然后到了十地 反而比较用三圣的一个内容来表现 所以我们知道说 华元经的结构很特别 跟一般大圣不太不一样 一般大圣的话 地钱才显示他的殊胜微妙 地上 然后地钱的话不算什么 就比较不怎么样的一个书生特别的地方 这个是在我们去读大圣经经典的时候 对比华元来说 是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对的 所以看起来 大圣话讲 始祝始刑始非相 但你对比华元所讲的 华元经所讲的 字上有蛮多的一个差别 尤其是始悔相 那像始祝始醒 或有些的话 跟大圣佛法的经典里面 讲的十字属性 可能有一些共通的 对 因为它毕竟 而有一些所谓的一个 顺着大圣佛法的这个部分 三圣法的部分 来进行的 但总的来说 基本上 是以一圣为主导 对 然后登地以后 地上 就是我们就地前地上 所以你们又听到地前地上 对 这个意思说 登地以后的话 因为所正即 已经即 因为前面地前 以一圣教而讲 就已经即圣生了 那地上更不用说 那生到 你无法想像的 所以就叫祭显 三圣法 所以比较表现在 一个三圣法的这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部分 就是前面的话 地前 比较表现在一圣 对 然后登地以后 比较表现在三圣 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就已经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也告诉了我们说 华元经的结构 跟一般的大圣经典 结构上 看起来都是 始祝 始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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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始祟 始祟的内祟 事实上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有不一样的地方 好 这些大家要知道 那因为这个也就是 华元宗像法杖大师 他帮我们做了一个提示的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说 读华元经当然 专心地读诵 当然功德也是无量无边 那要进一层 对它里面所隐含的 那个道理法义 做一个比较深的理解 事实上真的不太容易 我们都要借由古人 前人 前人的这个眼光 依着他们走过的一个足迹 道迹 他们走过的路 我们去依行着学习 慢慢一点一滴的 这样累积起来 好 那后面这个问答的话 大家因为 也可以再帮你们复习一下 对 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一圣岂无地上 三圣岂无地前 当然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落差 那回答是说 从理上来说的话 其实 一圣 一圣 当然 有地前也有地上 那三圣 也有等等 地上也有地前 对 理上是通的 那本身的话 因为为了表现一圣的话 在三圣法的一个地前 来显一圣法的特殊 对 就好像我们要说白 你用黑一对的话 就不用说知道 什么叫白了 对 就是人家认为 比较累的 累等的东西 可是 你把它说 欸 反过来 上累 其实不是累 而是极为殊胜为妙的 那就更能够显示的地方 这个就是 一种 所缓 所缓 所以 为什么在大圣佛法 地前不齐眼 在一圣法的话 地前 就很齐眼了 对 这种情形 所以他说 就是说地前 三圣 三圣的地前 然后来显一圣的一个殊胜 反而更容易 更容易 好 那三圣的话 到了地上 已经很殊胜了 那 其实上 你去表达一圣的话 其实 大家都已经 都是白的 那我更白 很难说 对不对 我更白 都已经很白了 那你说我更白 那真的很不容易显示的出来 对 我更白 所以他说 地上设三圣为变嘛 对对 因为在三圣佛法的话 地上才能够更凸显出他的一个殊胜性 对 所以 三圣法 他就以地上 作为他的主着 谈的就是十圣 十圣 那地前就谈三圣后 十两位夹行位 对这种情形 那 何者是变 他讲到说 因为为什么在三圣的地前来显一圣方便 他说因为地 三圣法的话 地前是显的 它是列的 列 结位上他不怎么起眼的 叫列位 对 那你能够直接去表现一圣普弦的 这样的情形 的一个自在无量无边的这种殊胜性的话 就能够显出 我刚才讲到用 人家认为不好就像黑嘛 那用黑来显白的话 那一定很白的 对不对 对 对 你说我长得很白 我们都不容易看 可是你站在黑人的话 我们就 旁边变成白人 对不对 好 这种是此类的一个对比方式 就是为了显法上的方便 所以以地前来表现出一圣 这个大家可以了解 然后在三圣的地上的话 反而一圣法就可以说不显 就是隐藏了不显的方式 所以他说要是在地上 三圣的地上你再去讲普弦的话 就变得不明显了 不显 就叫不显 大家可以了解 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结构上 大家可以知道吧 就是以这种方式 所以以对比 因为三圣法地前 就是比较认为是类的 可是从一圣来看就不是这样了 那三圣法到地上才显示他的圣位 他的圣位就从地上来显 然后要是再讲说我比你出生还怎么样 其实反而不容易显示普弦的这种自在与圣法了 这个有这样一个反乘的一个对比的一个方式 那大家可以了解 那我们进入那个 就是我们本身印给大家的资料里面 其实在有一个地方 大概第二页我把它移一下 因为稍微 因为刚好跟这一段有点呼应的地方 你们可以看第二页 第二页这边下来 因为刚好食围巷讲完之后 就进入那个死地品的探险季 那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在死地品的这一部分里面 同样也有类似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先一起先把它一起处理一下 他讲说岂可地前深广 然后地上 华元金怎么地上反而反类呢 对对 他就有这样的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以华元金的结构来讲 地前都已经极深极广了 那到了登地的话 反而是不如 远远不如于地前所表现的那个经文 就一个很明显的落差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经文 这样一个明显的落差 所以有在死地品 探险季的死地品著書的时候 就先提出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地前就已经极深极广 那地上为什么反而不如呢 类就是不如前面 那他就讲了 因为季显不同 季显嘛 对不对 是啊 就是说以季显在三圣法来讲 三圣法地前是类位 类位 可是一圣法是 不是类位 是圣位 那登地以后的三圣 他才叫圣位 可是一圣法就隐藏了 就是不显的这个部分 好 那接着问答就 同样问答 他问到就 疑因 一般疑常理来讲的话 正地是深啊 对不对 顺同普得嘛 那地前还是类嘛 类位嘛 是很浅啊 对对 因顺三圣 华元经应该是 地前应该顺三圣 他还是表现类啊 为什么反而恰恰相反 显示他 三圣法地前浅 可是在华元经地前已经是深了 对对是这样 那用常理来看的话 对对 登地才叫深嘛 那地前一定类 那华元经也应该 地前应该是类啊 对不对 是钱啊 那为什么不这样 那他就回答说 因为最主要还是在于一种 三圣法跟一圣法 的一个不一样 此中文艺危险 教相不同 故而嘛 就三圣教跟一圣教不一样 那继续讲 若于地前 德普贤德 要是说华元经 他本身在地前 德普贤德 那就跟三圣法就没两样了 那你就是三圣一样啊 那你的 要是说 要等到登地 才嫌你的殊胜 那你不是跟三圣法完全一样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叫一圣法 同学听得懂吗 就完全跟三圣法一样了 所以他说 一地前德普贤德 等于等登地之后 再来表现普贤德的话 那这个跟三圣法就没两样了 对不对 所以显然就是一个 在三圣跟一圣的一个 教相上是不一样的 那华元经就很明显的呈现出 他跟大圣佛法的这个本身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他讲到说 今明若是三圣行为 则以地前使不自在 也就是说 三圣行为 就是说三圣教法的话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说 地前它是泪嘛 是浅 也就还不能真正的自在 自在的地方 那以华元经来讲 地前已经很自在了 不要就是讲 十住 十省 十肥像 在慈姓位的时候 都已经非常非常的自在 对不对 就显索品的那种 也是十种三昧 华元三昧 海映三昧等等 那当然超自在的 对 显死一圣则不如是 就是说跟三圣法 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对所以华元经是在地前 来显浦贤德 对对 那可以这样 就是类似这样一个情形 对 地前显浦贤 那地上的话 祭贤在三圣 这部分 所以有这样的 那要对于 地上以后的一种 生浦贤的德 德用 无量无边的这个部分 要能够看到 直接显露出来那个经文 就是我们讲的 浦贤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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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印象 浦贤行品 第六场法会里面的这一品 直接去表达浦贤的大焰大行 这一品 直显一圣法 那在这个之前 就比较用三圣法来表现 三圣法 尤其死地品很明显的 用三圣法的索丸 来做表现 所以一圣法在死地品 是隐藏的 那直接 在第六场法会 直接显露一圣法的 这个就是浦贤行品 浦贤行品 所以我们一般讲的 这一品叫做平等因 也就是圆因 浦贤因 也就是一圣法 那兴起一品叫做平等果 那在这个之前呢 就插背因果 就以济贤结尾的一个方式 我今天少点了一个 顺便再帮大家复习一下下 我看看 这一张 蛮小的 给大家再一个稍微 复习一下下 用100好了 还不够大 对不对 不够没关系 大家看到就是说 这两品很特别的 去直接表现一圣法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对 然后在这个之前是 顺着三圣法来讲 所以叫插背因果桌 插背因果桌 插背因果桌 就是有所谓的 第二场法会 就是蒲光法有 食信 食住 食行 食肥 向食地 等于这种借位的安排 就比较依着大圣佛法的一个 借位的施設 那我们刚刚一直讲到的就是说 在一个 在一个 食地前的这个部分 事实上 就是说 这位的安排是顺着大圣佛法 但整个都表现出来 法院金 就以一圣佛为主导 但也有三圣的东西 但不多 比较累说 广说比较偏在一圣 然后登帝呢 主要表现的是三圣佛 那不是没有一圣 一圣是隐藏的 顶顶多多会点一下 提一下 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一个差别因果就 因为大圣佛法很强调的 那个阶位的差别 就是食信食住 食行食肥向 等妙觉等 那华元金的话 等于在经典的一个 结局安排上 也比较顺着这个阶位上来看 但虽然顺着三圣佛法 这个阶位来说明 但呈现的风格 我们一直强调 其实在登帝前的这个食信位 都已经极为殊胜 极为殊胜的一个地方了 那更不用说等登帝后 那大圣佛法 毕竟要等登帝 才显示它的殊胜 尾妙的不可思议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一圣佛跟三圣佛一个 蛮反落差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探险记的那些文都在说明 三圣佛跟一圣佛在一个 本身的一个差别上 三圣佛地前不怎么样 可是一圣佛地前都已经 极广极深 极不可思议了 那三圣佛要等登帝 才显示它的一个殊胜 唯妙不可思议 可遂一圣佛 反而不明显了 那等登帝以后的一个 经文的一个直显 那个一圣的一个特殊性 就比较在 刚刚讲的这两品 那这两品在 华元宗大德的安排上 给它一个名字叫平等因果桌 圆因就是普贤型 代表了一个 我们修行的一个圆满的因 那那种 对就叫圆因 那究竟的蛮果 当然是我们如此的这个圆因 当然对应的就是 究竟的一个蛮果 所以因缘果满 我们常常讲因缘果满 因不缘的话 果未必能够满 因缘果满的这个情形 所以要修行华元 为什么普贤菩萨这么的重要 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原因 那为什么是原因 因为每一点的切入 都是一个普法 所以因铁定是圆的 因铁定是圆的 不管你从哪一点进入 它都表现作特色 一发一吵 一毛孔一围尘 都是桌片十方介 融色一切一切 若不这样的话 就没有这一发一吵 一围尘一毛孔了 这样的法叫做普法 那秉持这样的法去修行 就叫圆因 也就是普贤因 那所行呢 就叫普贤行 也就是一行 就是一切行 若不这样的话 一行也不能成立 对不对 那一位呢 一个阶位 就是一切位 就叫普贤位 那德呢 那就叫普贤德 那正呢 就是一正一切正 对对 那从反面来看呢 一撑就是一切撑 所以一层百炸门开 对对 所以对 那这个就是更显示的 一坏就是一切坏 一好就是一切坏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原因 大家可以了解吗 原因来自于就是一个普法 普法的一个观念 也就是华言中一直谈到的一即一切 一切即的这个观念 那这个图 我们是借用这个图方便让大家了解 对 因为总是要说明 这人是没办法说 我根本很难说 对不对 那总是想办法嘛 包括语言文字乃是画图的方式 反正也不叫一啦 可是要说嘛 所以我们只要把它画一个圈圈圈圈圈 那只能在画了以后再告诉我们说 不是先有这个 而是要有这一切的时候 这个才能够成立 所以不但不能说 连画都不能画 对不对 对 那没办法 我们总要借用嘛 对不对 那所以就把它画下去了 所以都问我 老师中间怎么特别大 对 为了画图的方便 不然我画了跟他们一样的方便 那这个就是变成线绿拉很长了 对不对 是这样 你也可以在这边画很大 对 这个不是大小的问题 只是为了说明 就是说 只是 像真的 这一法可以 这个也可只是可能 你用一个代号进来 你可能 一朵花 一棵草 或是一毛孔 一围尘 对 等等等等 然后不说则也 有一法能够叫一朵花成立的时候 所有所有一切法 同时要一致相应 就是一跟一切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在华言中的相关的论著里 非常的多 从那个致远 那个十玄门 对 对 那我们 那法杖很多很多的论著里面 都有 都在表达这样一个观念 对 任何一个事物 任何一个法 所有万事万物 任何一个 只要它能够成立的话 所有一切要同时一致相应 这个是华言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道理 也就是 事事物物 都是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 水也少不了水 水也少不了水 所以 伤害 一花一草一木一众生 事实上都是对自己的伤害 那我们很难了解 我伤害你 我骂你 为什么会毁到我这里 因为我们的心很粗 我们还没有 还没办法感受得到 但事实上 以 算你感受得到 以华言的这个道理来说 事实上已经 有关系了 不因为我没有感受到 我不知道 就可以一笔国销 对 我们众生可能认为 没关系 没有影响 但在诸佛菩萨 华言的这个道理里面 肯定跑不掉 肯定跑不掉 那我们现在透过一些科学的研究说 南极的蝴蝶拍拍翅膀 会影响到北极 欸 蝴蝶这么小 然后南北极又差距这么大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翅膀震动 会有影响 但在科学家还没有证明这个之前 我们可能都不相信 所以我们有仰赖科学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了解到 的确这么一个小翅膀的拍动 既然可以影响到这么远的地方 北极的一个情形 对啊 在这个之前我们都不相信 对 那你说这样就不存在吗 对对 是啊 所以我们知道说 万物之灵 可是对比起来我们真的很迟钝 因为我们 我就常在想 我们眼睛不如鸽子 我们的秀姐不如狗狗 对对 那脑袋已经超过我们不少了几十倍 多几百万倍都有 对对 那从之如此类 那还有其他这些来看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 说人类渺小是真的还蛮渺小的 可是再怎么渺小 尾程都可以无量无边的 寒融一切 对 所以我们肯定也是作片死亡 寒融一切 只是说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是说到我们无始以来 我们自以为是的观念 把自己框住了 所以你跟所有一切万事万事 是隔离开来的 对 你把自己封闭起来困住了 这叫作茧自缚 对对 那如何打破这个迷惘 本来没有这样一个设限 打破这个迷惘 就要善观延起 这个道理 也就是活法的道理 那对于法法的这种 延起相互依存的这种关系 事实上能够把万事 这样延起的关系 发挥到说 一个做一个邻理精致去展开来 不捨一法 不遗漏一法 大概非法言莫属了 法言今是最擅长描述表达这一部分 那法言中的教理就比较开展这一部分 所以形成一个法言中派或法言学 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因为经典的一围城一毛孔都桌片十万 一围城中所所涵拥 十 莲花栅专业围成世界海 可以了解嘛 对不对 那一围城中所含戎的这种 石莲花栅专业围成世界海的国土 每一个围城 又彼此互骗互骗 所以此一微塵中的一個活果世界 你都沒辦法想像的 光此一微塵中你就難以想像了 那連華藏中原世界海的所有微塵 那更難以想像 這個世界 對對對 萬事萬物它之間的這種 這種關聯性這種關係 達到什麼樣一個程度 我們都遠遠超出我們能夠 人類能夠想像的 那從理上來講是沒問題的 對 沒問題的 那以佛教來說的話 這個當然就象徵著佛所證的境界 佛的境界 要是佛的境界方便上可以說一說的話 大概也像這樣吧 因為我們正值一個微塵 就已經桌片石方這樣 寒龍石蓮花這樣專業微塵 世界海的活果土 那再怎麼廣怎麼深 這麼一個小微塵小不點 都已經能夠這樣的一個極廣極深 然後微妙極難以想像了 對對 光理上我們來瞭解這樣一個微塵 都已經還難以想像了 對對 就從 我們可以再從梭理上 從這個法上來了解 那諸佛菩薩所證 要是稍稍可以透露一點點信息的話 從一微塵的極廣極深的這個本身上 都已經難以說明了 那你去想像諸佛菩薩所證 對不對 大家可以了解嗎 對 那諸佛菩薩所證的 等等這種極廣極深不可思議的這種經驗 都不離開任何一法一事物 因為要離開任何一法一事物的話 這個就不能成立了 所以把萬事萬物的一種平等性 發揮到一個極致點 所以不要 我剛才說人很渺小 千萬人不渺小 一微塵都不是渺小 何況我們身上的微塵都無量無偏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個所謂小跟大 其實也是一個無定性 讓它可以從邊來了解 所以我們就比較秉持這個道理 對對 那我們知道 雖然雖小 但不是小 真的不是小 大家要有這個信心 那至少我們可以了解到這個道理 就是所謂的一個普法 普法 對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因為剛剛講到這一部分 後面的話 其實也就是在 講完了 對 就是特別強調 像直接去表現 那個遺聖的地上特別表 就是這一瓶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這一瓶 對 就是說 就是顯示的這一品 其實真的還蠻重要的 蠻重要的地方 那三聖教法的話 其實就是遞潛的話 它的行為 遞潛行為它是一個很粗淺 還極粗淺的地方 這跟華元金就比較不一樣 那這個比較 遞潛比較粗淺 部分上蠻重要的就是一切是地論 一切是地論 一切是地裡面本身有一個叫菩薩地 菩薩地 菩薩地之前有僧文地跟圓絕地 這些的安排 就是很明顯就是一個三聖教法 然後菩薩地的話 主要登地就是十地嘛 十地 對不對 那一切是地講的叫十二住 指的是登地前還有兩個住 不曉得同學還沒有印象 你們誰會講 總姓柱還有一個聖解行柱 對 所以我們剛剛講了十住十行十回相 就屬於聖解行柱 對 所以叫十二住 那地前的話就等於總姓柱跟聖解行柱 所以等於地前對應的就是總姓跟聖解行柱 十二住裡面的前面兩個 大家可以複習一下 好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不同的一個安排 因為地前就是以菩薩德 華人就是以菩薩德為主 那地上的菩薩行柱 就我們剛剛講的菩薩行品 對 那一品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強調 一聖一聖一聖英國的這一部分 就是平等英國座普賢行品 這一品大家可以去注意的一個地方 大概就比較 這一品就直接表現一聖 對 那地前的話是祭賢在三聖 對 所以有這個錢 然後在這個地上就是祭賢在三聖法 對 那這個之前也有一聖法 就以一聖法為主導 那大家透過這樣的一個了解 就比較這一點 對 這就算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說這樣的一個安排 就是 好 那整個的話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就此經就指法嚴經嘛 對 地前的這個一聖法 它是很多在論是叫廣說廣論 對對 那有提到三聖沒有錯 那那只是類說而已 叫類變 類變等等 是 好 然後一聖教法的話 在登地以後 事實上已經非常盛盛 就要一聖十地 是極為盛盛的 對 那通色三聖嘛 等等這些 但要是我們能夠透過 法院不是在講六項嗎 六項陀螺女的方式 去瞭解死地的話 就能夠顯示 死地本身 地地是負片負射 重重無盡的 那這個就不只是三聖的一個登地了 這個在這邊也提醒到 就是以那一種地地相設的一種 融通無盡的方式來顯示 能夠成為 所以並不離開那個死地 本身再去找一個一聖的死地 就只要是一個這樣的一個觀念 也能夠透過六項的一個情形 然後能夠顯示 在我們季選在三聖的死地 本身就是普賢死地 或是說一聖死地 一聖死地或普賢死地 有這種情形 好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這個就是稍微把那個 因為 以華元金的這個結構上 來跟大家做一個銜接的地方 對 就是剛好有這個 這樣一個華元金的結構上 既選在 順著大聖佛法 但是讓經文表現出來 他跟一般的大聖經典風格 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是 那這樣就能夠更顯示說 為什麼華元金可以堪稱為一聖教法 堪稱一下 對 是 因為他的死姓啊 死柱死姓死匪相 遠遠就不是一般大聖佛法所談的了 也就在一起點上 他整個展現出來那個風格 事實上 不同於一般大聖佛法 這是他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所以也就是直接了當的去展現一聖法 一聖教義 所以華元金為什麼說華元金叫一聖教 一聖教 一聖教 大家知道嗎 一聖教 對 就是 我們上次講的 沒關係這個可以點 五教材那麼小 就是一個 很明顯的 這個叫一聖教義分其章 那以這樣的一個法義 普法相應的 事項 一般我們講到說 是如來的海印三面 對 反過來就是說 這樣的法 有時說 是從 如來甚深的海印三面裡面 流出來的 對 因為我們不知道嘛 透過如來證 所以我們說他從那邊 那事實上是 如來的海印三面所證是什麼 就是 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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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個 也就是一聖教義 一聖教義 這叫一聖教義 一聖 沒有框好嘛 對不對 要框到這邊 一聖教義 然後淚有十人 對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 我們之前所上的這個五教章 也就是一聖教義分其章 整個表現出來就是一個一聖教義 一聖教義 對 透過各方面各種方式來呈現 那個一聖的一個風格 所以五教章 這一部分還是這個 因為讓我們去認識到一聖教 對不對 然後另外同時又認識到三聖教 那總的來說叫做小死中遁員 對 這個 南瓜的整個佛教三聖十二部的教理 還有行為 英國等全部 大概可以說 這一部著作 等於是它的一個濃縮品 濃縮品 對 所以為什麼被視為說 學習華演的一個 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或叫概論書 所以我覺得不只是華演 也是我們學習佛法的一個 一部概論書 因為你可以看到從 三聖大聖 對不對 一聖 或是小死中遁員 或小三一 等等這個所有行概面 等於幾乎佛教的一個 三聖十二部的經論頂級 所論述的 教育 等等等等 乃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像 從心事啦 總性啦 行為啦 修行的時間 所醫生等等 到國位 正義報 設化眾生等 事實上 幾乎 三聖十二部裡面 經典裡面 事實上 這邊算是一個 濃縮 一個縮 一個縮 對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 學習 當然要去了解 法演 這個給我們一個 很方便 一個便車一樣 但同樣的 也是一個 我們要去了解 佛教的三聖十二部的一個 內容大藥 其實這部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指引 我們去了解的一個情形 至少就展開出來的一個變相 不外乎三聖一聖嘛 或是加一個小三 小聖三聖一聖 或廣的來講叫小 那個小死中頓圓等等等等 那透過這些變相 它可以展開來 這個在 在學習法演上很重要 幫助我們去了解 法演中的相關的論述 那尼格的話 其實有了這個基礎 你去看三聖十二部的一些 經論點擊 其實也有很大的幫助 對 比如我們剛剛講到 一切是地論 對對 你也很 對你也很有幫助的 對 等等等等 是啊 這些是一個 類似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直接進入那個 我們的一個文本就是實地品 那大家的話 你們還是可以看你們的這個 給大家的資料這部分 對你們可以對著讀 因為有時 就是 沃德黨這個 書面資料的話 它是一個對照的方式 它是一個平面圖 平面圖 但我常常覺得 因為我們現在 雖然科判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但我們讀平面圖的話 其實不容易了解 透過這種立體式的結構 比較容易 對 這個立體式的結構真的比較容易 是 對 因為這個我們一看就 嗯 就是 結果就是 名嘛 對 實地的名稱嘛 是名 那為什麼 來譽 來譽就為什麼十回像之後 要講實地品呢 對對 那這一品的宗旨 中序在哪裡 對對 然後交代完之後才進入文本嘛 實地的文本 就是 所以要 他說就要講 講這一品的話 其實跟前面的十回像等這些一樣 都有四個門 就是 四名來譽中序 然後四文 那你們看到的那個 奧德黨 這本給大家的資料裡面 他也有講啊 江氏齒文 四名同錢 那你說四文你要去找找看啊 四名哪一個 對對 那你就 第一個是四名 但 因為他馬上就 四名裡面又分成兩個 所以你要畫圖就是這樣畫出來的 所以你要畫圖就是這樣畫出來的 有 有繪名跟品名 那所以結構上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四名 喔 四名有兩個 繪名跟品名 你要這樣讀喔 你要這樣畫 你要順著他的一個文脈 脈絡來 呃 花點工夫 輕一點 把那個圖畫出來 或者的話 你讀到最後都不曉得讀到哪裡去了 大家要下 下點工夫 就是用手工 一張紙一支筆 拿著就是 他說 四名有兩個 你要跟著 有兩個 拿兩個 就是這兩個 對 不然的話你不畫出來 到後面就讀亂了 就會接不上去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腦袋沒那麼好 對對 所以你要畫 然後就開始 四名有兩個 這個都是他原來的文本 就是 首先就叫繪名 所以你要把繪名擺出來 先解釋繪名 就是 因為 第六場法會 十地平就是所謂的 他畫自在天空會 就是繪名 這一會 這一場法會的名稱 就叫繪名 他畫自在天空 第六場法會 就叫他畫自在天空會 這一會 所以要大家 這樣要來了解 所以 那因為他畫自在天空 就是那個 異界天的頂處 所以它是從 空間上 處所上來說明的 A處來講 所以叫他 從空間 場所來講 這一會叫做 他畫自在天空會 就是他畫天會 他畫天會 那為什麼 此地平 此地平會在 他畫自在天空會來講 他就有一個 即顯表法的作用 對 因為 他畫自在天空會 他的本身 他畫作樂 並不是我去作樂 而是他本身 呈現出來 所以 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顯示 他的一個 自得受用的一個自在 並不是你可以去做 而是他本身 環境自然就是如此 妙音等等 就是自在無量無邊的 所以 所以 以表法來講 就藉由這樣的 他畫自在天空 來顯示一種 這樣的一個自得 這樣的一個受用 不是自己去做出來的 而是自然如此的 對 所以 那以這樣的一個 場所 他畫自在天空 要表現出什麼呢 就是一個修行人進入登地的時候 所正的真爐 一切都是一個 這樣的一個自然的一個 自在的一個流落 不是要透過我們的一個 延修造作等來呈現 一個顯示一個很自在受用的一個狀況 比較 因為登地以後其實很難說明的 都是從 可以說都是從一個聖者 菩薩他們本身在化度眾生的一個感 一個形語表現來襯托一個 甚者他所正的一個見解 並不是用自己去呈現出什麼 而是透過 以這個 他受用的這個情形 來呈現 甚者所正 對 就是以他畫自在天空 所以說所正嘛 都是一個 以這樣的一個 他受用的這種情形上來呈現 這個是品名 就是說這一會本身 他寄顯在這個 他畫自在天空 就是以說明 修行人他已經以真如相印 所呈現的一種 像類似我們講的 他畫自在天空的那一種成形 就是好 會名 那品名呢 品名就是 因為這一品就叫實地品 對不對 實地品 對 實地品 就叫品名 對 那至於第六常法會就叫 他畫自在天空會 所以有 以名稱來講 就從可以從會名來看 一個是從品名 所以他講完說 欸 那緊接著這個第二個呢 會 市民裡面 第二個叫品名 所以我們 在做的時候就把品名畫出來 第二個就叫品名 對 那這邊 那品名他說 欸 要解釋實地品 這個名稱的話 呃 此品 名有四種 四種 那你就要留意囉 哪四種 四種 對 哪四種 好 他會告訴我們說 呃 第一個 呃 史地品有不同的藝本 叫做 見備一切自得金 對 也就是說 透過史地的修行 我們的 呃 呃 劍次的累積我們的智慧 一個達到一個圓滿過程 叫見備一切自得金 所以這這部金 呃 大政杖也有 對 還有流傳下來 對 然後另一個的話 也有另一個名稱叫做 集一切自治法門品 也就是 呃 透過這個史地的修行 可以 成就一切 一切自治 就是一切種治啦 一切自治 就一切種治 的一個修行法門 所以 所以這兩品的一個 這兩部金 這等於說 的一個名稱來看的話 他就從 呃 修行的一個 呃 本身上的一個功能作用來呈現 見備一切自嘛 對 對 或集一切自治 都是從一個功能上來立名的 所以他說 這兩品 第一種 第二種 這兩品都屬於公了 所以 那在這邊的標題 他為了 我們方便了解 所以把公民 有兩個嘛 就一個叫做 建備一切自得金 一個是集一切自治法門品 這兩 這兩個翻譯的話 就比較從功能作用 那當然你直接類似的也可以啦 那這個方便算 就因為把功能標訊來也可以 但這個你要對 這探險器比較熟悉了 直接用公民有兩個 就是指這兩部的名稱 這實地品的這兩部名稱 好 那 那因為實地品的話 他呢就是 比較透過地地的修行嘛 像慢慢的累積 建備嘛 對對 或集嘛 慢慢的 形成 所以叫 對 就實地因行嘛 能集一切佛的自得嘛 對對 所以稱它 集一切自治嘛 就是說透過實地的這種修行 可以 等於是一個 成就一切佛的自得 所以不管翻譯成 建備一切自得金 還是集一切自治法門 都是 比較從一個 修行的一個作用功能上來說明的 是啊 那因為是地地修嘛 所以叫 這樣的一個佛的自得 慢慢 增長 達到一個圓滿 就叫建備 建備 好 這個我們就比較說 為什麼實地品又叫 建備一切自得金 或集一切自治法門品 是 是這樣來的 因為 是透過 地地 建次的修行 增長 達到一個圓滿 就叫建備 好 對 所以它 除了實地品之外 這個實地名稱 還有這兩個 兩個不同的翻譯 不同的翻譯 那再來的話 對 再來看 等於說 因為品名的話 它首先從功能上來講這兩步 就比較從因地的修行 然後另一個 我們比較熟悉的 因為實地品的話 又 樓石 舊墨樓石又翻譯了 叫實柱金 所以這部金也有 我們大眾這樣也有說進去 所以不同的譯本 叫實柱金 實柱金 那我們現在用的華元金裡面 它就叫實地品 對 所以我們知道說 你可以不用用標功能或標什麼 你可以把它 有四種 第一個 第二個 然後就有第三個 然後 還有第四個 你這樣可以把它做標題 標出來了 就是四個就已經找到了 對 一個就是第三個就叫翻譯成實柱金 對對 然後第四個就叫我們熟悉的實地品 或叫實地金 都通的 好 那因為這三跟四的話 在一個翻譯上的名稱 四上比較從數 就是所謂 這個數就是有實嗎 實 實柱 實嗎 實地 就從數 數字上來著緣點的 對 然後 然後 還有為什麼 還有意 意就是說 其實 這樣一品金 這樣它的一個 意涵 它上次屬於 柱或叫地 也就是說一種 像萬物的話 萬草 就是說萬樹 就是 它是從土地生長出來的 地有這個意涵 地 或柱池 所以我們看一下實地 實就是一種樹 對不對 那地呢 就是比較從譬義上 從法義上來看 是就義 就義 的意來明 就是一個 象徵者 其實 其實 實地 這個大地 它本身可以讓我們成就佛制 叫生成佛制 或住持佛制 就是有這個生 大地可以生長萬物 所以叫生成佛制 所以透過實地平的修行 可以讓我們成就佛制 就叫生成佛制 對 住持佛制 這個情形 所以叫住或地 就有這種生長的意思 住持的意思 好 好等等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先把 這個是品名它有一些不同的翻譯 就是把它記 大概了解一下 一個比較從功能上 就是有見備一切自治的 然後一個 使住 使地 那這個就已經 幫我們解決的一個不同翻譯的一個情形 其實要是以前大家有這張表的話 使地平 對 它不同的流通版裡面就是有見備一切自得金 對 大家可以看 我幫你們放大一點 還是不夠大 稍微看一下 因為太大四百我怕它跑掉 因為再來就是四百了 不過也可以看一下沒關係 對 使地平的話 我們講使地平的不同譯本 叫做見備一切自得金 也翻譯成使住金或使地平 使地金就是有這些不同的譯本 這個是通的 而且這個在大政戰都有說進來 大家可以了解 好 那這樣慢慢去了解就比較能夠 使地它的一個 從會來看 然後從品有四種譯本 好 那這個名稱就已經處理掉了 那再來的話就會處理掉說 也那這一品 對對 剛剛我們講到說 為什麼這一品 會擺在那個 石灰象的後面 就是來意 為什麼講完石灰象 緊接著要講實地 就叫來意 對 對 就這種順效 欸 石灰象 為什麼接著要講實地 對 就是所謂的來 來意 就是這個就是所謂的來意 就安排在實地平的後面 就叫來意 對 好 所以它 就是 這個先說起來 對 這個好 從品來講就是 石灰象 為什麼要講實地平 那他說 來意其實 不但有品來 還要處理 另一個就是會來 就是說 所謂的會來就是指 指都在天工會 第五會之後 為什麼會有他話自在天 會 會來嘛 會在這個地方 第五會晚為什麼要講 他話 天工會 為什麼緊接著會有他話 自在天工會 所以他先處理會 然後再處理到品的問題 好 這個時候 所以有 他說來意有兩個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 他說第一個就叫 我們先來看 為什麼 多帥天工會晚會講 他話自在天工會 就是會來 會的來意 第五會晚為什麼緊接著 有他話自在天工 這個會來 那這個也是非常的重要 以大聖佛法來講 還沒有登地 還沒有正之前 所談的 都只是教而已 教型而已 阿涵不是阿涵經 阿涵就是教 教型 的這一部分 好 因為大家就以為是在講阿涵經 其實不是的 是教 教 對 就好像說 因為我以大聖佛法這邊 進入登地嘛 才算是正嘛 進入這一會才正 那在這個之前 都算是教型 教型 對 是啊 那教已經講了 已經講了到一個頂點 滿嘛 教型已經滿了 那緊接著呢 教型都已經滿了 那當然是正啊 對 那實地恰恰表現那個正的 果位的這一部分 叫正位 所以 行滿的話 教型滿了 當然要講正 所以叫入正成果嘛 正位 正果 所以 教型滿 緊接著當然要講 果位啊 正果 這部分 所以有這樣一個安排 第五會 教型滿了 打那個極致點了 那就進入正位 所以叫 有這個灘花赤在天 就是會來 對 好 就是多帥天會 結束 就代表了一個 教型的一個圓滿 對 那教型既滿 那當然就是正果 所以就表現在 灘花赤在天公會 好 所以是這樣 那 那 那十回 十回像講完之後 為什麼緊接著就去講 講這個實地品 就是要 品 所以他就品來嘛 品就是指 十回像完 為什麼要講實地品 前面是從會來看 這個是從品來看 那這邊告訴我們說 其實錢 就是十地前就是十回像 對 他總點在於回筆相正 對 就是把十回像 所修的這一些功德 回向於正位 就是地 回筆 因為前面所講的不是真正的正 所以叫做筆位 列筆嘛 就是列式而已 對 那到這邊才是 以大勝火來講 這邊才是正 對 這個 好 大家可以先了解 就是所謂的 回筆相正 回筆相正 好 就叫指十回像 為什麼十回像 就是 在一個十處十行 到十回像所修的 回向於正 對 就是比較表現在 十回像的特色就是 回筆相正 那到了十地品 那已經回以 都已經回 把所有功德就回 回向一個所正的一個 果位上 那既然已經回 當然緊接著就要談正的部分了 就叫回以得正 十地品就 金就指十地品 對 那錢就是十地品前面 這個十回像 回筆相正 這十回像的一個特色 那金是指 欸 這個回筆相正完之後的十回像 之後呢 談的就是正的部分 回以得正 是屬於正 因為回向完 所行 所行等這一些 都以把所有所行的一個功德 回向 對 然後達到一個滿了 那當然就正了 對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 教行滿 對 所以就是一種正 對 那 那這樣呢 為什麼 所以為什麼要講到 回以得正的這個十地呢 因為 因為顯示我們所修是不虛的 對 對 實處實行 十回像等所做 事實上是不虛的 欸 不堂捐 也就是正 那就以十地來表現 所以 這個情形 好 那另一層 另一層的含義呢 呃 十回像之前 前就是 十地之前 講的都是 不是真正的正 叫比位 比位 一大聖火法叫比位 那華元金的話 藉由大聖火法 他們認為比位的這個 不是真正的正 可是他就已經去表現出 一聖教普玄的圓滿行德 這個是不一樣 也就是說 大聖或三聖法 他裡面這個不算正 可是在華元金 他是藉由三聖法的這樣一個 不是正的部分 就已經廣顯 普玄的一個圓滿行 還有得用的無量無邊 那大聖火法到了登地 才叫正位 那麼這個就比較寄顯在 三聖法來看 所以前面表現普玄的一聖法 那登地的話 表現出來的就是三聖法 這種情形 玄法赤地嘛 也就是說前面顯一聖 那正地呢 就以三聖為主 這種情形 所以故次來 那這邊的話 他就會 剛剛我們講就是說 其實登地以前的話 十住十醒十回向 都是廣顯普玄自在德 自在德 那對於那個地前 比較表現的一聖的那種 普玄自在德 在登地就沒有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比較沒有 那這些我們剛剛就不再練了 就是你們剛剛那個 沃德黨所看到的這一部分 名稱完了 來意嘛 你們就對著這個讀 這個我就不點了 我們可能有時候就看科辦 有時候也可以回來啦 就是給你們講到這一部分 這邊有比位正位嘛 大聖火法叫比位 可是就表現出一聖教法 對 那大聖火法的正位的部分 上就是一三聖 那一聖法就比較不明顯 大家可以這樣來了解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 稍微跟大家提到了 那 那我在探險記的一個 透過這樣一個 三聖一聖的一個對比來看 那就有剛剛講的一個 三個問答體 就是三個問答體 就是 問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 前面遞前一聖法多 遞上反的感覺 不如前面的這個 反落差的情形 這個就是第一個問答體 對 然後第二個問答體就是 那為什麼經典會有這種情形 就是遞前遞上 第二個 一個 兩個 沒有前面還有一個 要從這邊來看 一個 兩個 不對 還有一個 更前面我把它弄掉 這個部分事實上也就算一個 對 其可 這個就是一個問答了 所以大概就三個 三個問答體 其可怎麼有這樣一個反落差 第一個就是 對 對 就是這樣 好 其可怎麼樣 然後應等等等等等等 他有一個問 怎麼樣 那這些大家就 以這種方式 對 以因地前生 對 對 以常語來講 地前 地上生 對 然後地 地前一定要淺 這是大聖佛法 那這個 也就是一般我們講的三聖 對 好 一個差別 好 這個是常語 地前 以三聖法或大聖法來講 地前一定是淺 地上才叫生 那華元經的一個文本 經文剛好跟大聖佛法 或叫三聖佛法恰恰相反 對 所以你用大聖佛法 三聖佛法的角度 來了解華元經的地前 恐怕不是很相應 有些跟大聖佛法 三聖佛法有一些類似的地方 但更多的是在表現在一聖法的部分 所以用一般的大聖佛法 來了解 地前的華元經 不太能夠相應 死註 死註 死訓 死回相等這些經文 更重要可能要從一聖 那附帶的有三聖沒錯 對 好 這些大家可能要先掌握的 那細說就不用說了 因為剛剛我們前面都已經 大概有講過了 好 然後第一個問答題 就是何故不起 對 然後他就已經 以一個方便上 地上 對 的這種情形 地前有譜賢 那地上當然也有譜賢 這個沒問題 那三聖的話也是如此 這個就是第二個問答 第三個就是 那三聖地前 地前 行文中何不如此 這個多好不好 對 這個多好不好 不要多開來 三聖地前 行文中何不說 那他回答 那他回答 就是指這個 的這種情形 就是因為比較是在於 一聖法 地前表一聖 比較適合 而且 所以地前 廣論一聖法 然後有關於三聖的 只是列提到而已 並不是沒有三聖 有 但是列說而已 是 好 那這個詞類的 那另一個就是 因為以聖法 因為地前 都已經極廣極深了 那到地上更是如此 不用說了 聖身故 聖身 其聖身故 在這種情形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以六相同理 雖然說 以三聖法 來表現此地的那個正位 對 但本身 要同樣的話 不離三聖的這個死地 可以去彰顯一聖的死地 那要透過於 像六相陀螺尼的 這樣一個觀念 一己一切 不是 一地只是一地 翻血只是翻血 離過只是離過 而是呈現地地相設 互片互設的那種重重無精 就是所謂的六相陀螺尼的一種 圓螺無愛 無盡的這種情形 也叫普賢十地 的這種情形 所以也不離開三聖的十地 而顯一聖十地或普賢十地 雖然一聖十地 普賢十地在 十地品不是那麼明顯 但你要自己要會看 對 不要受到文字的限制 對 那何況在十地品自理行間裡面 事實上都有透露出 這樣一個一聖十地或普賢十地 的一個文 文 文 這樣一個形容 就是說 可能就是一個類類點到 但基本上都以 這個十地品主要都是用三聖的方式來呈現 好 好 等等 那這個就是三聖法 因為他 他本身地前是類嘛 對不對 就是淺 所以那以這個方式 就 三聖大聖活化裡面的 認為地前是類的淺 或淺 出淺這種情況 法眼就表現出一聖的一個極廣極深的部分 這些就是跟一般大聖經典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是問答題 就是我們剛剛已經處理過 所以品來就在處理到 幫我們在處理到一個整個華元金結構上 這個地上跟地前的一個差別 因為品嘛 所以會處理到 以一個界位上大聖佛法或叫三聖佛法 實地才顯示 登地才顯示 它的一個殊勝 微妙不可思議 但地前是淺是粗的 不是什麼美妙的 那華元恰恰相萬 大聖佛法所認為地前不怎麼樣 華元就廣顯 普賢的一個行得 無量無邊的極廣極深 不可思議的部分 得用不可思議的部分 然後到了登地 大聖佛法才顯示 它的微妙不可思議 但反而普賢的這種無量無邊的那種 行願等等這些殊勝微妙的部分 在實地品 反而不容易看得到 好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就已經在這一品裡面 這個品裡面就把這個問題交代了 就是幫我們做了說運 那接著我們要了解就是說 那實地品的一個中子 中趣在哪裡 就講這一品 它的一個旨意在哪裡呢 它這邊也分成 中趣者亦有二 那兩個 哪兩個呢 它說第一個 就是這一會的一個中趣 叫做會中 對 然後第二個呢 然後就是品 品中 這一品 實地品 一個是從 湯化自在天公會來說明的 一個是從實地品 所以它講說 因為中趣有二嘛 先明會中嘛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會中 就當成一個標題 對 那第二個它就品中 所以你就可以把品中 當第二個標題 要自己慢慢練習 對 因為整個 整大段我們去看那個大政杖 或者我們給大家的資料已經好了 要是這樣的密密麻麻 你們一讀的話 大家頭都暈暈的了 所以讀書的話不要貪求快 對 要慢慢讀 然後要依著它的文脈 它說 它講兩個 那你就畫兩個 對 就是這個方式 慢慢訓練自己 讀這個部分 因為 那個 火教經典大政杖 萬興障等 它都是這樣 這樣的一個編排方法 就是整塊的 整塊的 而且沒有什麼標多的 沒標多 這個也不算正 一般的一個 標多 對 更不用說 不是我們現在有把它分 分的段都標點符號 所以你們是要這樣密密麻麻 讓我們去讀 所以我們也不太容易 因為都是整塊在一起的 所以你們要慢慢讀 然後去 它講兩個 那你就先把那 拿兩個先把它這樣找出來 所以他說 中趣有二 先講會中 第一個會中 然後第二個叫品中 所以你就試著把 會中跟品中抓出來 對 那 那接著它 會 先明會中 會中講完之後 它就說 欸這個 這一會 它畫自在天公會的這個 宗旨 它可以從人跟法 對 它只是類集 也可以從人所等來切入都可以蠻多的 那這邊是擠了一個人 人的部分 對 那人物的話就有畫主嘛就是 還有助畫者 就是佛陀跟那些菩薩們 然後畫主跟助畫者可以從體相用 等等這些來切入 這些我們稍微了解就好 那至於法方面 當然就 有所謂的 比較屬於 差別因果桌的這一部分 從法 來看有差別 我們剛講到說 普賢品跟性啟品 就平等因果桌 那在這個之前就是屬於 差別因果桌 差別平等 當然要是 以 以剁號你可以把它剁出來 差別因果 兩種因果 這樣一個因果桌 對 的這種情形 那 因為在因果上 我們一般會分成聲音跟了音 對 活性有聲音跟了音 當然也有三種 叫原音 對 那音對著果 所以叫聲了音果 這個聲是聲音 了是了音 對 所以我們比較對佛像 佛教的一些名像比較不熟悉 或對法言中的這樣一個 這些用詞比較不熟悉 可能就很難讀得懂 聲了音果 可能就要用猜的了 對 差別平等我們還稍微比較 已經知道了 那聲了 聲音了音 就指佛性有聲音了音 那有時會有三種 那兩 有的就講兩種 對 好 那這一些 然後 當然也可以從 所謂的修身本有 本有修身等這些來談 那這些我們大概只稍微了解 重點我們會比較擺在那個品 品的這一部分 因為這邊的說明也不是很多 我們直接重點會比較擺在 我們死地品這一品的一個宗旨上來看 對 那這一品總的要講什麼呢 其實 死地的 死地政行 死地所修所正的內涵 就是我們這一品的一個宗旨 就是宗旨 總的來說叫做死地政行為中 那細說呢 也就是展開來 也叫別說 詳細來說的話 那可多了 這邊累積了十個 內容是一個非常非常豐富的 也就是說整個死地品的一個中子中趣 我們可以從這十個方面來細細說 那首先從本 從根本上來說 其實死地所正已經是很深很深的一個果海 所以 那從果來上 從本來說 其實這樣都是不可說的 甚至所正的死地 其實是不可說的 不可說 也根本上來說 也就是國海 國海即聖身嘛 不可說耶 那這個的話 其實在 在我們在講 類似在講五教章的時候 其實 法章它同樣也類類類應用到 那個 實際上 四清菩薩的一個分法 果 果海 信海果分就是果 果的部分 事實上 是不可說的 不可說的 對 這個我們大概跟大家稍微複習一下 果 果海 果分嘛 就是果 是不可說的 剛好可以對應的 對 對應一下 因為 一切所說都是屬於教 那所正的這個果海呢 不與教相應 對 所以我們 上這麼多 講這麼多 還有畫圖 在說故事一樣 其實坦白講 都還是教而已 不等統一行 更不用說正 那這邊講的是 到了登地 它已經是正了 正的部分 那當然死於這個 正果的部分 事實上是極甚深的 都不可說 那更不用說 佛 佛的境界了 那實地禁論 就四清菩薩裡面 就是 果是不可說的 因分可說 所以在 五教章是這樣講 那我們現在在講 死地禁的這一部分 它已經是正 也是不可說的 從本上 根本上來講 是不可說的 那所說的 都是方便研修 為了方便於我們的一個了解 對 所以叫 延起 也就因喪可說 就是從延起因分上來講 所以 所以法眼廣說 普行行 普行法 是這樣 國的部分 都只是附帶 點道而已 法眼中的是因 大家要這樣了解 對 是以因為主 好 那這些是給大家 複習一下 對 剛好它有對應的關係 國海 所以死地已經是正了 正位的部分 所以它就叫一個國海 所以從根本上來說 它是不可說的 這樣 所以它就 別說有實意嘛 那第一個叫A本 所以你就把那個本 放進來 也不用叫想 A都可以省列掉 直接本 然後接著就所證 要簡潔一點 就是一個所證了 對 好 所證的話 也就是我們講 正德真如 正德真如 理過真如 就所證 那從 再來就是從 這二也正 也所證 那三 就是耶字嘛 從字上 字位來看 根本字 獲得字 等三字 好像少一個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找到哪一個 有的可能是兩個 但也可能三個 要加達是方便字 可是方便字 這樣也是獲得字 所以有的是說兩個 有的說三個 在成官的話 事實上是兩個 叫二字 登地的話就根本字 然後根本字 獲得字 二字 然後 那有的是講 方便字 事實上也就是獲得字 所以 應該 應該兩個是通的 獲得字就是方便字 方便是獲得字 所以在成官大師的書超裡面 就直接講二字 所以這個不曉得是不是文本上的問題 那當然你再把屁個叫方便字 也可以 可是方便字就是 跟獲得字是相通的 好 那這個是從智慧上來看 因為 登地的時候 就已經正得根本字 起獲得字之用 起獲得字之用 這種獲得字就是 隨言 化度眾生 隨言度化眾生 都是獲得字 所以 為什麼在這一會 湯化天公會 湯化天公會 就是以這樣的一個 登地以後 顯示的一個 湯化自在嗎 的一種情形 湯化自在的一個情形 好 那從一個 正來看 這一品 實地品 它所離的 就有兩種障 兩種障 我們以前有上過 哪兩種障 所知障 對 斷兩種障 的 也就是斷 煩惱 在所知障 裡面的種子 還有線形 對 登地的時候 煩惱 所知障 的這些線形 就斷掉了 對 然後 弟弟的話 再去斷 那個所知障 的問題 種子 種子 所知障的一個種子 還有第七次 那這些的話 你們要複習的話 就要回到 我們之前 所上過的那一部分 是 就是 對 就是 在一則 修行結尾也會提到 尤其 煩惱障 所知障的部分 要看 這一部分 段後分期 第六個 段後分期 段後分期 的部分 好 對 尤其是 三聖法 因為我們看到 他只要是三聖法 對 對 那部分 就是這一些 什麼 對 後衛 也是只要是煩惱障 手知障 對 有死教 宗教的問題 嗯 直進菩薩 身為原理 因為他是屬於三聖法 對 這些 可能大家自己看 對 所以 煩惱障 手知障 剛剛看到了嗎 煩惱障 手知障 對 所以我們 五教章的一個 上課 就是等於 實際上 要讀 讀華元經 探險記 或書超 這個是 非常重要的 配備的 東西 就是 基本上 配備的一個 很重要的 一個 一個功課 對 那你這個 你熟悉以後 你去看探險記 就容易多了 不然的話 都是林鄉 讀書超也是一樣 你這個 了解之後 去讀書超 或懷念中 其他相關的著作 你不會一直 困在那些名項 或 等等那些問題上 就有 有很大的幫助 對 所以我們當時的話 趁著你們三年級 趕快刷 對 就是 也有這個 好處 就是 先把基礎打了以後 那或變的話 就很有彈性了 很有彈性 縱使我們現在轉成 以上懷念經為主 那對於 唐 唐 唐貨病的那個 宋元明清到我們 近代的一個 懷念中的歷史 其實沒上也沒關係 因為我有一篇文章 對 你們也可以參考的 就是 三年前在大陸江蘇法界學院發表 懷念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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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念不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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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念不見了 懷念不見了 那個就是等於說明從唐朝到宋元明清的一個 華原思想的一個發展緣變 然後剛好以華原不見的這樣一個標題 比較 就是說像在中唐的時候 法障以後像華原思想都已經有在轉了 到我們後來等等 事實上比較不足以顯示華原 比較不足以顯示華原 所以我的標題比較從這個角度來做一個切入點 因為華原是四四五五都可以表現 那我們後代可能會只從某一點某一個面上來呈現 所以華原那一種氣勢風格就比較不明顯 所以華原就不見了 那我們剛剛講到那篇文章叫華原不見了 它是在法階學院他們的一個刊物 就是華原學研究 第一期的一個刊物 對 那只要是題目是這個啦 那當時會想到定一個比較特別一點的 對 比較能夠 對 引起大家注意的地方 所以就把這個一個比較這樣做一個標題的地方 那當然在談這個華原的這樣部分裡面 當然先把問題點出來嘛 那先把什麼叫華 就當在研究上可能怎麼來解說華原 那我們認為本身 我個人就是對華原中的話 它的一個代表華原的思想 它的一個核心思想在哪裡 我就不要從這個來做一個切入點 切入點 而不是只是極限在一心啊 微心啊 或行性的這個 這樣一個角度來做一個切入點 那我們後代在了解華原幾乎都 常常用這個東西來了解 或者借用一些西方的一個哲學術語來套用 對不對 這個文章比較從這些來看的 所以要先讓我們去什麼 認知什麼華原 讓我們上這麼多 其實都在讓我們去了解什麼叫華原 什麼是華原思想 對 對 就比較華原 跟一聖話跟三聖話的一個差別 法跟基之間來做一個對 對比的一個地方 是 然後就是此類 因為本來到 到第九月的話 就比較進入他的一個整個思想發展演變了 為什麼在自研法上他們之後 華原中思想就已經累累在轉變了 從他的弟子就是會院 會院他的刊定記 他就已經受到成關大師的一個批評的地方 然後那成關大師來自周密 他們講為什麼會比較用心或心性來講 事實上 主要是我們的根基越來越頓了 根基越來越頓的一個情形 是 就是說 色歸一心嘛 對 一切我們把它射到心來 對 當然 心急事法界 當然華原也有在談心 對 當然 那心是一個表現華原的一個方式之一 不是只有心 大家要記得 不是只有心 色心是平等 可以用色 乃至微尘毛孔都可以表現華原 不是只有用心來表現的這種情形 那成關在書草裡面就特別提到 己心 當然心也可以來表現華原 心是法界 那實際上 其實上色跟心它是平等的 那為什麼會比較特別偏重心呢 因為 你沒辦法從法法進入 為未了者特別己心來入所而已 但我們到後面的了解 就好像就 華原就是等同於心 心是表達華原的方式之一 但並不是華原等同於心 這個之間的一些觀念 那成關他就已經有提出證件 就在當時代 其實 可能要去了解華原都有些困難了 所以會擠把範圍縮小 用心或一心或微心或什麼樣來談 這種情形 那等等 那中蜜也類類有這些的看法 所以一般的話說 中蜜好像轉向原覺 轉向禪中 轉向心性 好像被禮的一個華原中 是不是這樣 我認為他是有自覺式的一個轉變 順應潮流 並不是說他不懂華原 因為我們同他的禪言出前幾度序等 那些相關的論述來講 乃至為什麼他要做圓結道場禪 對 像禪或華原都重視 這麼重視那個會觀 禮觀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配合這種圓結的四修 四語來做修行 也就是說拜圓結禪的話 有80天也有100天的 也有120天 而且他還做了20卷的圓結禪 為什麼 因為要做禮觀很難 直接觀匯的話很難 大部分要透過四項的一個輔助性 對 是啊這些 那等等等等 好這就比較屬於在處理這個 殘忍諸前幾度序 像華原跟一般 同樣大聖火法也有講到的頓 可是華原講的 一般的頓是雏雞頓 華原又有講到的部分 但華原跟其他大聖火法不一樣的 他的頓是化於頓 你看座面就講得很清楚了 這個化於頓只有華原才有的 好 是如此的 這個就是大家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然後下課同學說 有的以前也有看過我這篇文章 對 後面就是我的一個結議 對 結議 在當時的 不是當時啊 就是到期末明初嘛 對華原中大學已經成立了 然後像華原大學的一位協生 就是藏心法師 他是葉小法師的協生 華原大學第一屆的協生 他有寫那個顯索概論 也就是華原概論 他就在他的書裡面 他就有提到 帝師中 教部廣大 就是華原中 這樣一個華原金 他部頭很大 霍學南窮 霍學南窮 這要不要放大一點 我看大家看了有點辛苦了 我們再把它放大一點 對 就是 道友 跟太西大師相差大概七八歲吧 太西大師是1889年 1889 對 一個是1894年 大概 1996年 1996年出生 大概是差個七八歲吧 對 然後他們是一個非常好的道友 所以他比太西大師晚七八歲 但早走 太西大師演技的時候是1947年 等於說這位法師找太西大師八歲卓 八年卓 對 所以他演技的時候 太西大師就很傷痛 所以在太西大師的日記講到說 相識二三載就是23年 他們彼此認識有23年 然後知心118 他們也聽得懂嗎 對不對 道友之間可以有知心18年 118就是18年的意思 然後 本期則可今代 因為太西大師從事的是一個 佛教的一個改革嘛 事業方面 所以他希望未來接班人就是他 本來我非常期望的 就是我的任務 你將來可以幫我完成 本期責 我的責任 我的任務嘛 希望你能夠來幫忙完成的 本期責可今代 今就是你嘛 你來代替我 對不對 然後哪看四戰我先 哪看就 你怎麼可以這麼早就比我先左了 四戰就是消失的意思 本期責可今代 哪看四戰我先 你可以知道說 他們之間的那種 有餘到餘的這種關係 我們一般很難想像 就在出家這種本身裡面 太西大師這麼真情的表達出 他跟長新法師之間的那種 道友的這種關係 不是一般我們可以 就是說很難看得到 有這麼這麼 而且這麼鼎鼎我們的一個 太西大師 他跟長新法師的一個交易 是這麼好的 對 所以長新法師的話 他法院大學第一屆畢業生 那他又寫了選手概論 對 他偉士也很擅長 這位法師偉士相當好 偉士學習得很好 好 所以法界新登 焉耳將息嘛 那當時的一個民國時代 他也是國家非常那個動盪不安 民不了生的時代 對等等 所以感慨蠻多的 所以加之歐風迷矣啊 獨怨方丈啊 宇宙人生啊 顯明其生起之究竟 當然談什麼違心啊違物啊 對 可是我們當時民國時代 都是一齁齁的 在違心違物的一個氛圍內 那這樣的知見 對長新法師來講 途征顛倒這夢想 對 民國時代我們一直從 從歐眉嘛等等 所以標記了這一些 但這樣的知見 其實可能 不是很好的一個知見 政治正見 對 所以我被生思盯視嘛 就是我剛好生活在這個時代 讀世界之狂然 對 虎相賢之遺產 能不肅然既而替然今矣 今矣 對 是啊 對 就是一種感嘆非常強 所以他講到 後面講到說 節世就民既往開來 他的任務是 節世就民既往開來 只要有一席 一席尚存 思惡皆有不容易也 就是這兩個的任務 對 所以希望 願與障海陰賢 共盟於世中 對 障海陰 就是自同道合的這樣一個 能夠以這樣 節世就民既往開來 來做為當時代 他滿重要的一個責任 一種任務 好 就是這樣 那我就以這個來做為一個 節儀嘛 對不對 是啊 就是用他的話 願與障礙英雄 陰險 然後共盟於世中 好 這個是我的一個這篇文章 所以等於是把中堂後的一個發展 華言發展 宋、言、民、清 到我們這個民國時代 對 的一個一些看法 等於在這篇小文章裡面 把它表現出來 大概可以算是 我一直想去完成一個 華言思想史的一個小說音 不過現在可以不用寫了 因為網路的東西太多了 可以不用寫這種 什麼思想史 你去找資料就好 對不對 但就是這樣 好 這應該可以 這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就是說 跟大家講 因為以前也是 我們一剛開始的時候 就滿希望 順著唐朝的一個 杜順 華言中的杜順和尚 治元法 是法杖大師 一路跟大家介紹 到城關桌密 乃至到宋、言、民、清 找一些相關的 比較重要的一些著作 乃至到民國時代 跟大家去瞭解一下華言 可是我後來想 這種 這樣的一個 比較偏重在一個歷史上 思想史的一個發展演變 但我覺得 學習完 因為時間有限 我還覺得 還不如放在教理上、教育上 尤其是華言金 那想到你們都快畢業了 那華言金鐵電上不完的 所以我們就把方向調了一下 就是變成我就加入華言金的 這樣一個行列裡面 跟大家來帶華 跟天文法師 跟大家介紹華言金的這個部分 因緣是這樣的 當時的故事是比較像 從歷史的脈絡帶到 清末名出民國時代的一個華言邪的 這樣一個情形 不過相關的這些網上或什麼 資料應該會不少 你們也可以慢慢自己去看 對 那所以我們會 現在的重點就變成擺在華言金 等你們畢業都不曉得 能不能上得完 對 所以要趕快一次 不然鐵定會上不完的 那我們剛剛講到 實地品的這個品種 我們從所證 還有智慧 斷 斷貨 斷貨 然後就是剛剛同學就講到 斷惡障 煩惱所滋障 的種子跟線型 的這個 種子比較不容易斷 種子 對 所以登地的話 都在解決那個種子的問題 線型不會問題了 線型都已經可以扶得住了 然後因為你種子沒斷的話 就那個根還在 所以等於地地的話 就主要是斷手之障 手之障 手之障的問題 手之障 那還有煩惱障 那個是七世的 莫娜式的煩惱障 那個部分 那不然都是手之障 那七世的 莫娜式的一個煩惱障 其實還在 這個也是 到第八地 才能夠把那個 第七世的那個煩惱障 才能夠 寄生煩惱障 這個部分 才能夠 永福也還沒斷 永福而已 對 然後到存活前的金剛毅定 才斷掉那個種子 那手之障呢 要到第十地 才能夠 福得住喔 永福 對 然後存活的之前的那一叉那 才斷 把手之障的這個種子斷掉 所以煩惱障 手之障的這個種子 都在那個存活前 斷 斷進 好 那這個是 比較從大聖佛法 的部分 來做一個切入的地方 那從修行上來看 修行上來看 十地品 其實他所要 十地的修行 菩薩十地的修行 所要表現出來的 我們可以順著十地 每一地 出地就是翻洗地 以那個悲怨為主 修的是怨行 悲怨行 那當然在斯波羅蜜 比較偏重在布施 惡地 離過地 就是所謂的戒行 就是十善業 菩薩的十善業 那這個十善業可以從 供仁天的十善 一直到佛的十善 所以叫五重十善 仁天 仁天 仁天一個身文元節菩薩佛 所以這邊的善 事實上也可以跨到佛戒 所以是可以從 我們凡夫一直到佛戒 但只要以戒行來看 戒 那第三地 零地 講的就是四禪八地 禪地 禪行 十波羅蜜的禪 不是 就是十行裡面的一個禪 那四地修三十七道品 就是道品行 五地修的就是四聖地行 叫地行 那六地 談的是十二雲元法 現前地講的就是 所以叫原生行 那七地遠行地 八地講的就是菩提分法 就菩提分行 那八地不動地 講的就是 成就眾生 禁活國土行 就叫禁土行 那第九地 善慧地 講的就是說法行 如何成為一個大法師為主 所以對眾生的種種煩惱 欲望都要了落爐掌 才能夠關機鬥教的一個 來教導眾生 這個就是說法行 那地實地 法營地 就是受職位 就是受位行 就是準備成佛了 就是受位行 所以每一地的話 首修就比較 每一地有他的宴 戒禪定 等等等等到受位行 的一個宗旨 一個宗旨 宗旨 宗旨 這個是從地地首修上 來表現 那首修成的呢 這邊才真正進入我們談的那個 戒定會的部分 以翻喜地的話 比較呈現的就是信樂行 對 翻喜嘛 信樂 二地戒 三地定 那四地以上呢 都在談的就是會 以十地表現出來 從煙灰地 顧名是煙灰嘛 對 就以會為主導了 前面就比較從信樂 布施 持戒 修定 那第四地以上 對 所以叫四以上 大家要這樣讀 那這個也是省略的 初地 二地 三地 不過不多看裡面的可能很難了解 好 那四地以上就整個都到 第十地都是會 那四地以上雖然都是會 但有差別 第四地 第五地 第六地 只要談的是 菩薩供二聖的會 智會 二聖會 偏重二聖會為主導 那第七地呢 第七地以上 就是屬於菩薩會 第七地 所以四五六 談論 三十七道平 四聖地 十二英元 就比較著重在二聖的這個部分 來切入的 那到第七地以上 隱形到法陰地 四地這些都是表現的是菩薩會 所以四地以上雖然談會型 但它可以分成了 四五六就是二聖會 七地以上就是菩薩會 所以雖然都在談智會 但經文表現出來 從差別來看 從差別來看 是有這兩個差別的 二聖會跟菩薩會 這是從所修成來看 那從接位來看 可以分成兩方面 一個是正位 阿涵位 那 對 在這部分 所以 好 就比較是這部分 那至於 從季顯接位上來看 一般在講 其實我們從 史蒂平的經文來說 其實前三地 就是 初就是第一 第一番系地 初 然後二 三 就是等於是前三地 比較 因為所證都已經很深了 所以 季顯在仁天聖來表現 所以會有 布施此界禪定 共仁天的這一部分 來呈現出來 那從 第四地 第五 第六 第七 比較表現在 初世間法 也就是我們常常講到的 三聖法 三聖法 剛剛講 四五六嘛 是 聖文元絕嘛 二聖 第七地是大聖 所以加起來剛好三聖 聖文元絕 菩薩聖 就是三聖法 好 對 這個是從一個季顯來看 然後 從第八地以上呢 它所呈現出來 那一聖法就叫 初初世間法 我們知道 活法是初世間法 但佛法也是初初世間法 初初 要加多一個初出來 初初世間法 對 三聖法的話 比較表現在 初世間法的部分 跟我們的世間法 成一個對比 好 那到一聖佛法的時候 叫初初 初初世間法 對 那初初 初初以後呢 初初 事實上就沒有離開世間法的意思了 這邊就比較 兩個是世間初世間 這邊就初初了 初初就變成 好 這個 就已經這樣 等於八地的話 它表現在一聖法 那四五六七表現在三聖 也就 身無元絕菩薩 一二三 三地 是比較表現在 仁天聖 所以從這個 季顯 季顯 那個 這個法上來看的話 整個十地就有 供我們仁天 還有供 身無元絕的 這個初世間法 然後還有一聖法 所以全部都照顧到 從仁天聖 三聖 到一聖 都有 所以它是一個 內容 是一個 非常完整的一個結構 從仁天一直到一聖法 都有 而且 脈絡也是非常的一個 清楚 對 是一個 在一種我們修學菩薩道 所依行的經典上 算是一個非常 可以指引我們怎麼去修道 縱使我是煩惑 我也可以依著這個 一步一步去修行 所以它 供無聖法 人天聖 等這方面 來做一個切入點的地方 從 發菩提心 修布施 慈戒 然後禪殿 然後修會 所以是一個 有一個非常有脈絡 次第的一個引導 我們怎麼去修行的一個 進入的一個地方 好 這從 既聖來看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講說 要去 因為 實地品它比較用三聖來表現 對不對 那 在有管理一聖的部分 大概至少要在八聖 比較能夠看出它的端名 然後前面的這個七地的話 隱隱約約只是點道而已 對不對 所以 在這種情形 好 那從祭賢 街位上來看 就是街位上的一個休閒上 那十地的話 主要的就是配合十波羅蜜 十波羅蜜 對 十波羅蜜 我們剛剛講到說 然後 初地 剛剛我們講到 布施 二地 此界 此界波羅蜜 三地 人 不是禪地 是人乳波羅蜜 對 然後 禪地波羅蜜 是在放在五地 對 然後四地是金金波羅蜜 對 然後六地是菠蘿波羅蜜 七地是方便波羅蜜 然後八地是怨波羅蜜 然後九地還有十地 一個是利波羅蜜 九地是利 十地是字波羅蜜 是 網路上應該可以找到 這個十地的一些 不錯的一些表格或 等等 將來有機會我們再寄給大家 好 等等 那你們這樣有表對的看會比較方便 不然的話你要鎖 然後因為它是以鎖正極勝身 所以在所 登地的菩薩所證的果報上 為了我們了解 還是都比較寄顯在我們三界 的這個 這個 王 經文每一地的經文到後面 快結束的時候都會談到 譬如說 翻喜地 寄顯在 遠虎堤王 表現遠虎堤王 那離過地呢 轉輪勝亡 對不對 是啊 然後明帝第三帝呢 對 大概就是好像是 愛謀天王嗎 還是哪一個王 反正都就是這樣 一直搭配下來的 是 那這個是 這個我們再去留意那個 經文的時候 每一地的後面會提到 對 那也有一些表格都有搭配過了 我們到時候也是找出來 再給大家一起分享 好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 實地品 這一品的一個 總的來說 講的就是 實地的一個 修行所證 的這個內涵 對 那細說的話 就可以從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來呈現 這個就比較 依著一個經文 或是相關的一些論點 然後法章把它匯成這個部分 給大家一個了解 這個就是一個 中 中 中 去 好 以實地去修 然後正的 那就是所去嘛 對不對 所去的地方 好 好 然後整個 相關的那個 這個 實地的 這個名稱 來意 中指 我們了解之後 交代完 我們才進入 試文 就是要進入那個 實地品的一個經文 的一些解釋 好 然後 在進入之前 其實它還有一些 相關的一些問題 會處理 料檢 料檢 有時版本上會打科檢 不是料就是檢別的意思 料檢 對 然後一些相關的問題 會處理 然後往往會透過一些 類似問 一些問答的方式 來處理 相關的一些問題 會處理 然後處理完之後 才會進入經文的解釋 對 所以我們在看說 進入 因為它說 這實地品的話 它不是分成有四個部分 四民來一中去 所以 那第四個 叫四文 四文者以二 對不對 所以你們就要 看到這個表格 就把那個 第四個就在這邊 畫進來 四文 對 然後有了四文之後 它說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料檢 一個叫正數那個經文 所以要先料檢 就要擺進來 然後再看到二 四文的地方 再把四文放進來 這邊才進入那個 《華元經》的經文的部分 就實地品的一個經文 對 四文 好 然後因為 實地品的話 它也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場法會 所以有序分 對 序分 對 就是法會開始嘛 對 就是 我們講到盧瑟文 那個部分的一個 類似的一個經文 大家 就是你們去看過經文以後 就是本身 它 它經文的話 一開始的話 就是二十四尊在 它畫自在天公 經文 你們也可以看 不過這個會拉得比較長 對 因為我們給大家的文本裡面的那個 不曉得到第幾 我沒有記 十一頁 十一頁 我們找 你們可以看那個 第十一頁 的地方 因為跳 用跳的 有點 就是 你們找得到就好 十一頁 那我直接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實際上 它是一個完整的 一場法會的一個結構 所以一開始也會有 二十四尊 等等 這樣的一個 一個描述 對不起 對 那我們就不跳過去 你們大家就知道了 那個經文的那個情形 就是 等等 那當然 我們給大家的那個資料 對讀是方便 可是你要送 實地品就不方便 因為你一直在翻 對 所以希望你們真的要讀 送實地品的經文 去請一本實地經 經文 或是說 自己有華原經的話 那一部分 或是更方便 期待方便的話 就是把那個 大眾這樣的華原經印出 因為它很薄 攜帶很方便 可以隨身攜帶 因為很輕 的這一部分 好 然後大家 先了解它的結構 就是一開始就是 有這樣一場法會 二十四尊怎麼樣怎麼樣的 一場 一場法會 對 這個很完整的華原講的 三種世間 跟佛嘛 對 然後有 氣四間就國土 還有與會有的大眾 終生四間 對 然後是蠻精彩 這個 就要等我們後面再來跟大家介紹 因為我們現在先講一個結構 那接著的話 就是進入說法主 金剛杖菩薩 要講實地的這個內容 其實因為實地已經手正極甚深了 所以要入三昧 入三昧 才能夠去說這個法 表現這個法 對 所以就是金剛杖菩薩就會入 所謂的菩薩大智慧光明三昧 那入三昧 所以華原的話 常常要說法的時候 就會入三昧 對 那入三昧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用意 因為入三昧的話 會有佛來加持 身口義的加持 對 等等這一些 對 那就是入定 為什麼要入定等這一些 對 然後再去 經文講的 就是像 使金剛杖菩薩摩薩成果為神 入這樣一個三昧 然後入了三昧等候 就是佛會加持 就是 剛剛講的經文嘛 說法組是金剛杖菩薩 他入了菩薩大智慧光明三昧 大智慧光明三昧 然後入三昧的一個用意 一個就是佛 十方諸佛會加持於金剛杖菩薩 讓他說法更順更厲害 對 就是為什麼要有加持這個動作 原因所在 對 然後 那加所為 然後怎麼 加所為就是讓他能夠 更能夠自在說法等那些 對 就是 經文會講 等等 這個 當然我們看細的部分 經文會有一些 不錯 所以有時候 經文我們去比較熟悉的時候 比較 這個我們就不用點了 不過看一下就是 就是讓金剛杖如實說菩薩實地擦肥 能夠如實 不是隨便說 要依法說 等等這方面 就是 有這個用意 那還有很多很多點 那這些 等於我們再來慢慢看 這個就是 加持的用意 就在讓金剛杖菩薩 能夠如實說實地法 那怎麼樣的加持 就是佛透過 口家 義家 身家 磨頂就是身家 對 這個部分 好 那加持完之後呢 金剛杖菩薩就從三妹裡面起來 出定啦 就是起分嘛 就出定的意思 好 然後 這個部分 那經文檔的話 當然也算不錯 他就 就講到 金剛杖菩薩從剛所錄的三妹 出定了 就起 從三妹起 對 然後三妹出來之後呢 本分 就是我們實地要那個內容 就先類類點出那個 就把那個菩薩的一個修行道 就我們剛講實地的那部分 先點出來 就是本分 就講那個實地的名字 就是我們剛講翻喜地啦 離過地 一直到地死法因地 然後講完這個名稱之後 就停了 就不再說了 好像有點賣官子一樣 對不對 就是有這樣一個 就是 文裡面就有講到這樣一個實地的內容 對 對 講那個經文 對 對 就是 他出定 出來之後 然後就 就講到說 菩薩的一個自地法門 就是成就佛智慧的那個方法 有十個 對 對 然後他就提到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實地法門 事實上不管過去未來現在 諸佛都會說的 語說 經說 當說 對 那這實地是什麼 翻喜地 離過 明地 燕徽地 南聖地 現前地 遠行地 不動地 善慧地 法因地 這就是所謂實地名稱 對 那就講這實地 對 那講完之後 他就不再說了 就是 就沒有再說了 所以剛講 欸 只有講到名稱 那 以會的大眾 就很想聽啊 那怎麼辦 就請法 對 無寢才說的喔 很有意思 無寢 對 我是三寢而已喔 是要無寢喔 無寢 對 只有一個 無寢的一個過程 光解脫越菩薩就請了三次 然後 接著是 以會大眾請 然後再來就是 佛請 不是三寢而已 是要無寢 那為什麼 表現這種 實地法門的一個 聲光 不容易 然後也顯示 對這個法的一個 慎重 重視 所以要經過無寢 不是三寢而已喔 十次嘛 是一個滿特別 所以 對 因為他點出了那個 死地的這個 那名稱獎 可是內涵 詳細 都沒 一個也沒再進獎 所以就大家 以會大眾 非常渴望能夠 多聽 多了解一下 可是 就是要經過這樣一個請 請的過程 然後這種無寢之後 才進入正文 說分 開始 正式開始講 死地法 是 死地法門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情形 對就是 對 就是這個死地 那在這個之前 當然還沒有進入 死地的這個文的 這個本身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死地嘛 就是剛剛講 從翻譯 一直到 扇肥 法營地 就是這個死地 對 然後在這個之前 剛好跟死地有一些相關的東西 法障會先處理 所以這一塊等於是對一個死地一些相關的概述 論述 比如說 死地的這個 的內容 然後 它 一些要義的話 也會先收一說 待會講一講 然後 在這個本身裡面 大概就會 彈一些 那才會進入一個文的部分 這個說分 不過我剛剛 其實很多條 其實在本分 雖然說 那個 金剛杖菩薩講的那些名稱說 實際上有關你死地的一些要義 在法障 這個本分 探險界這個本分的部分 其實就已經有做一個蠻惡藥的介紹 什麼叫翻譯 什麼叫離垢 什麼叫法營地 那這個大家要看的話 也可以看 因為我的書已經先借給我們營營師姐 所以我有標A嘛 第幾頁啊 本分第幾頁裡面 你猜一下 有沒有看到本分 五十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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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跑到五十四月了 就是我們這個部分裡面要進入那個五十四月的部分 我就不跑了 對 對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那個 就是本分是一個蠻重要的 雖然經文只有講名稱 但法藏把那個死地的那個意涵 在這邊在探險界周有做一個惡藥的一個說明 然後說分就依著每一地 然後說明的這部分 那這個我們就算是這樣 然後整個死地講完之後 就是有較量顯勝分 或是等於是整個死地講完之後 他在經文的話 他把死地整個在做一個總說 而且會透過批譽啊 大海死譽來講死地啦 或寶山啊 死寶山來講死地啦 等等等等 或模擬豬 寶豬等這些 來顯示死地的那個特色 透過批譽等等等等 那這些的話 等於這個是放在死地 地死地法因地結束之後 然後才講的 對 就是等等 總說 那這個就是整個一個基本上 就是在一個實地品的一個 這個經文的結構可以分成 有八分 八分 然後 因為 在這個都等於一場法會 等於是 對 一個八分 就是從續分一直到縮分 就第七個了 對 對 然後因為在這一部分等於是 因為等於在翻洗地前講嘛 講到這一部分 所以有時候我們以為是 就是出地有八分 就以為 因為在前面講嘛 是這樣來看 實際上是整個法會的一個進行 然後翻洗地是 剛剛我們講到說 其實到這個才進入翻洗地 然後等法因地結束之後 才進入較量顯示分 顯示的一個死地的一個情形 然後還有一些用批譽來總說明那個死地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巨頌 巨頌 巨頌 就是我們這個文本的話 事實上已經在一個非常非常厚面 我這邊 我這邊 我 應該 對 是 好 這個就是巨頌的部分 這些巨頌 是這個嗎 這個是序文而已 要看最後一個了 這個要看我們第十地的後面了 這沒有 對 就是在經文的話 就是整個就是以一個巨頌的方式來呈現 就是最後就會講到說 諸菩薩所行嘛 等等等等 然後等等 這是一個巨頌的部分 好 然後最後的話 經文會 巨頌的最後面就講到 十方諸世界所有微塵數 可疑以戀中 既知其多少 他們也聽得懂嗎 十方的活國土世界的微塵 假設我們的鏈頭 我們的一鏈都可以 可以計算得出來 一鏈中都可以計算得出來 對不對 然後也可以用一毫磨來算虛空 本來十方世界的微塵數是沒辦法算 那假設你可以 乃至虛空 你也可以用一毫磨來計量虛空 虛空是沒辦法計量的 對 不可能的 假設是可能的 那縱使是這樣他講 諸佛大功德無量不可盡 也沒辦法去表達佛的功德 這個是一個 在十地品的一個結語上 就是說透過十地所成就的佛的功德 比我們用一毫磨計量虛空 比我們用一鏈中 去了解所有一切佛國土世界的微塵 還更難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謝謝同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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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一些感 var消費